新城乡立图书馆前广场 早期是以大理石来扑面 由于年久失修每逢下雨的时候 就会造成路面的湿滑 影响到民众进出图书馆时的安全 新城乡长河里台 特别向花莲县政府来反映 争取到175万元的经费 来改善周边的设施 确保民众进出图书馆的行的安全 新城乡长河里图书馆 自民国75年开始筹划新建事宜 77年开始竣工 78年12月23号开馆启用 平常开翻图书期刊 网路区域供民众阅读来使用 由于民众前往图书馆的时候 前面广场早期是大理石所铺设的 加上下雨的时候 地板就会湿滑影响到民众的安全 新城乡长河里台 并且在文化局召开图书馆会议的时候 并且向现场许中文反应 来争取修山经费 我们的馆已经有30多年了 但是我们过去在整个广场的一个设施 我们民众小孩子经常去 它是经常滑倒的现象 就在民国70几年的时候 他们坐的是大理石的地面 大理石的地面 所以下雨的时候是湿滑 老人家也好年纪的小孩子 经常会跌倒 所以我们在公所建议之下 希望说能够帮忙 就是整个做彩色压花的地平 能够有此法的功能 我想里面的设施做得好以外 外面的各方面的安全性的可能 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这边我们评估起来 大概要175万 那这边是不是县长的方法 新人家在何立台表示 新人家有2万多人在这里居住 北部村的人口 今年度还会再增加2000人 前来图书馆的乡亲也会逐年增加 希望透过改善图书馆周边环境的争取经费 让大家来到图书馆看树能够安全无余 记得请问今天要报道 谢谢大家